词曲 李宗盛 我们来三声 哇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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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继续这个 三法印印证佛法的这个题目 这要讲吗 宇宙 生活万物呢 皆有三共同色性 我叫称之为三性 第一就是 无常性 第二就是苦性 第三就是无我性 这就是永久不变的定律 大致世界 小致维生素 都需一座 因缘的相相关联 之关系 作用才能够产生 而生存的 人也是有依赖 种种因缘和合的必要 受伤 受伤 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够 单独离开群众 而生存的 就是隐私 也是 也会发现 到他有时 还必须依靠 别人或 别的事物的助理 才能活着 他可能在隐居之处 自根自食 可是他所种的五盒菜 是要依赖做阳光 水和土壤种种因缘 的合合 其飘合 才能滋长 而成为他的饮食的 因此可见 饮食必须依靠 五股菜类 这些因缘才能生存 而五股菜类呢 却又一定要依靠 阳光水 土那些因缘才能够滋长 因缘 也要依靠 因缘 也要依靠 因缘 的万有 都必须直接或间接的相依 生存 当年起万物 既然有生的开始 也必有灭的结局 因为大地万物 皆无永恒性质 并且一直不停地演变 春夏 春夏 十分 百花暮放 秋末 冬 冬 冬 夜落 花谢 冬 人之生机也逃不过了 生老病死的变化 所以说 人无千日毫 花如百日毫 哪里有生命不死的人呢 故此 人生充满了无常 就以人心为力 心是生命的本质 但却非固定实体 他只不过是设 受想行事这五印的取合 而形成的思维景况 新的普遍现象呢是 生命又灭练 灭练又重新生命 变化多端 创纳不住 我们怎能指他为常呢 在佛陀时代之间 早已有人做无常之说 但却不够深奥和圆满 却还不能使人 公认为绝对的真理 可是佛陀却能 身撞宇宙人生真相 看透过去 现在和未来的生命之相续 又省悟到缘起的万有 必随随随随随随 遗随随殆之理善而消灭 因而 觉悟到万事万物之缺乏永人性 故宣说诸行无常 此一法应 早期的导师亦会教过 关于人生多谱的道理 但却不能彻底的 法子道理的真理性质完全皆是一众 而且不能圆满地指示 激发痛苦之正确原因 而且也不指示彻底灭苦之法 终生因疑之不迷惑 恶见 往往物以邪为正确 以乐为善 是非不变 事理不明 而做出种种 伤天爱理之事 但又因自己的造业 而又逃不了 必受因果之报 遭受烦恼和痛苦的折磨 人应有贪婪之心 而难以自主 对事物不停地追求 甚至不择手段 不择手段 只求或心所渴求之事物 虽然事上有很多人 并不是不巧合 万物无永恒性 但是呢 遗忘时常战胜理智 所以只好 随心所欲 放任的追求 和争取 心之所欲之事物 何谓诸法无我 佛陀与慧眼观察 得知宇宙人生万有 都是由因缘之而而生的 同时也由因缘之分散 而吃散 例如人的身体 是由四大元素 即土水火风的 而构成的 身体的骨肉 牙齿 指甲 皮和各种硬的身体器官 是属于土这个元素 血液 口水 浓水 泪水 是属于水元素 呼吸 气息是风根的元素 而温暖的体温 是火的元素 因此四大元素的 适当合格 维持人体的存在 一旦四大失调 人就会生病 四大过度的失调 也就是 定式的转重 而最终导致死亡 人意死四大元素 也随作 上灭 温暖的 屈体 失去了温度 火熄灭了 血液 口水 尿水 及一切液体 也 孤结 不能流动而干 水根与坏 本时 呼吸马上停止 风大也消化得 无影无踪 至于那有苦肉的身躯 他也会开始 苦化而消散 由此可见 四大元素是完全的 遗伤 而随作是他的消散 那激发精神作用的 五蕴 即色受想形 合适 也同样的消失 因为五蕴 是必 依赖 做事大 合合 才能在那 有生命的躯体 产生作用 经约 四大本空 五蕴 被有 人是没有一个实体 而只有一个假象 因此佛陀宣说 诸法无我 只因为世人 不以为我 是有自信 或主体 而对我 有所执着 有所妄知 世人必须培养 洞察 诸法 实相的洞察能力 才能悟到 万事万物的无常 苦和无我性质 绝物道 世间万有之三大 自信 定位 揭发一项事实 世上无一失误 是值得我们去争取的 换句话说 世上没有任何一件事物 是我们说 应执着的 人是有了执着的 人是有了执着 才想去争取的 法性的 法性的启示和理性的思想 是绝对不同的 一个人 如果想只凭理性 思想洞察 活法的话 他必会失望的 理性的推想 和思想是适合于 科学的研究 但如要了解人生 就第一靠 佛法的启示 而一个人是否 领悟到 法性是 在于他的洞察力 这自然性质的 洞察力 是一种内在的顿悟 比如说 我们初心 大力的做了 一件错事 但是心里却不知情 一直到 那所造的恶业 激起了因果之报 使得我们 莫名其妙地 藏进了苦果 而令我们自然而然 不得不反省 及 检讨自己的行为 和整个问题 及烦恼的过程 深深地深所 问题之根源 而终于突然 顿悟到 自己原来是 做错了某某一件事 才出发了 这意想不到的麻烦 这就是佛家的智慧 这是法的关照 如果我们能够时常关照 从生活的经验中 去领会法的实相 我们就可算是有洞插力的人了 这洞插能力 如被修到圆满的程度 是能使人 高深通念 诸行无常 人生多苦 诸法无我 或者无时 不刻的思索这宇宙 万有之三大特性 但却未能真正的醒悟 不能舍弃对 无欲的追求 不能 不能掌断妄知 那个人还缺乏能 动作之肺炎 佛教的中观学派 有一个名词 包含了 无常 无我之意 那就是空 佛说以宙万有 无不是因缘所生 无不是因缘之恶恶而成 但也无不随着因缘之离善 而知善 所以因缘所生 有为法 以那四大 无因和恶所构成的人体为例 一趟因缘分散 必定跟谁做因缘的消散而离 离伤 佛说以宙万有 全是因缘相关的存在 比如说 五谷的成长 是需要 依赖土壤 水和阳光的助缘 才能变成 人可收割的五谷 人类的生存 也需依靠五谷 阳光 空气 水 家庭 国家 种种方面的助缘 才能维持 而度过 维持不久 不太久的一生 如此可见 因缘又需依靠因缘 人生只不过是因缘相关的存在而已 又因一切延伸信空 故此毫无实信可求 而佛陀因此宣说远起信空之法则 事实上 佛陀并不否认生活上物质方面的需要 但是他要我们以清醒的头脑 寻求自己所该拥有的事物 而不可对他们有所执着 以避免招惹无穷的烦恼 在目前这个世界 没有人可以缺乏物质而生存的 有些事物是人所缺少不了的 一个人可能必须拥有一些 财物 妻子 儿女 物质 花园 草场 药品等等 在生活的途经上 一个人免不了会在某某一个时候 成为为胜者或者是失败的人 或成为一个有身份的人 或者是积极无闻的无名小卒 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所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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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